时间过得太快了 都下午的五点多钟了 准备做一下晚饭了 这刚好鸡蛋的话全煮出来了 今天用这个鸡蛋壳烧一下这个火 柴的话还有啊 够今天烧的 现在的话切一点这个菜啊 这边有土豆 然后还有这个本地菜心 咱给它整一整 刚好今天买三个土豆啊 当这个晚上的主食了 给它削一削 没有那种专服削的 所以就用这个小菜刀啊 削一削 你别说这种菜刀还挺好的 你看是弯的啊 我的话也烧着了 两个人 这搭配的话就是不一样 有做饭的有烧果的啊 挺好 这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忙不过来啊 这从两个人之后这做饭的话 一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吃了 以前的话都得蒸两三个小时 太麻烦了啊 还是两个人出来一块 去自驾游啊 或者是穷游就好啊 给这个土豆切成这个小细块的 这样呢 煮得快一点 应该是切成片 看成个片 土豆的话都切出来了 放到这个锅里面 浪费了浪费了 今天晚饭的话也不用担心啊 还有那么多鸡蛋呢 等会 帮那锅的这个菜啊 煮好就行了 今天晚上给自己加餐了 哎呀 烤了个土豆 哇 天哪 哎嘎嘎笑 咕嘟咕嘟冒泡了 揭开锅盖看看 哎呀 这太漂亮了啊 没吃饭 整午大鸡腿吃的太多了 都没消化完呢 啊 晚上就吃点素的就不错 整瓶啤酒这家伙逮得很啊 开吃 看看咱们龙哥啊 是怎么吃鸡蛋的 先吃个 呃 06年的 26年的小鸡 小鸡 26年的小鸡 嗯 哦 看一口一个 怎么样 太香了哈 嗯 嗯 改天给买个小凳子了 哈哈 有点低了 来 干杯 咱们别 嗯 哎 爱装啊 哎 舒服 哎 你只要睡醒喝点啤酒就怪典了 啊 常常人的土豆 怪典 又说话 怪典的是哪个话 怪典的啊 嗯 那个江苏 江苏 嗯 江苏 嗯 怪典哦 嗯 那就怪典哦 啊 啊 你这江苏在哪里 江苏待了 半年了 五个月吧 江苏待了五个月 差不多快点小半年了啊 啊 到那个 河边有一个鱼隔间 咱的地方 咱的地方 天天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 就 这咯 哎 天天大爷家就 吃的安装 怪典哦 过得怪典的哦 哈哈哈哈 天天这样讲啊 我就消费了 哈哈 你很喜欢养鱼的 这里 养鱼的 养鱼 抓鱼的 还有那个 那个 瓦箱 里面养的鱼 几万万千的鱼 啊 那河里有一个小房子 是吧 小房子那边 那边想吃鱼 就抓鱼 啊 那边用水用电房间 啊 嗯 那个冬天冷的时候啊 给我打了个 嗯 那个 呃 横 大横 然后我帐子扎在里面 没想到太冷了 扛不住 拿风 吼吼吼吼吼吼 河边风太大了 扛不住 没办法 哈哈 我讲 我讲鱼哥 我讲我正想陪你 走到公安年 你知道吧 但是江湖太冷了 鱼虾就住 晚上睡不着觉 嗯 我这冻了 冻了我小时候 冻了我 冻了我有半个月了 我说不行了 扛不住了 啊 我说我到江湖 我说我到广东 到广东 暖国呢 我带一带吧 哎呀天了 你不行就住我小屋子里面呢 就住个小屋子 你知道吧 我说不用了不用了 我说太冷了 我说你屋子里面水都结冰了 对不对 嗯 那冷的不行了 扛不住 然后我就 就走了嘛 等一下你下次来 你下次你 欢迎你下次来啊 我说好好好 那你们这儿是当认识的 嗯 嗯 我在那个河边调局 调局 打帐篷 打帐篷呢 然后那个 电池哥呢 带着我到他家去吃一顿饭 啊 吃顿饭 就认识了 认识了我家就 更好迷得过远的 他说你跟那边打帐篷 那你不如到我这边来当帐篷楼 有水有电 我说也行 啊 慢慢就认识了 认识了一个多月了 啊